Hello 各位品观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心理师聊心室的节目 我们今天要聊减肥 大家知道吗 其实减肥这个主题 常常大家发现 我减肥破功 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孤单即默觉得冷 如果这件事情只有自己默默的做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太孤单了 然后反而想要大吃大喝 弥补自己的空虚 所以今天品观点非常的贴心 这个主题就帮我找到一位同伴 我旁边这位帅哥 就是营养师杯盖 掌声欢迎杯盖 大家好我是夏卫林营养师 那可以叫我杯盖 那目前呢我是有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是在帮忙做体动控制体动管理 所以如果有饮食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 是 好今天杯盖营养师来到这边呢 我们看到他这个风度偏偏 身材非常的娇好 所以我就非常好奇要帮大家问一下 你有减过肥吗 我目前都是比较偏向增重为主 因为我以前很瘦 对 增重 好我先生气一下 因为毕竟呢 我也曾经这辈子走过非常非常多 减肥坎坷之路 那我也好奇一下 杯盖营养师增重有什么原因吗 因为我以前很瘦 因为我很高 对 所以看起来就很像竹节虫这样 竹节虫 因为本身又是营养师 有些人就朋友看到我就会说 你怎么看起来 营养不良 对 你自己是营养师怎么看起来 营养不良 所以我就想说 就来重量训练 来训练一下自己 然后就增重 到现在就是从66到85公斤 就增重增蛮多的 增重 然后也有在健身 让肌肉也增加 对 哇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非常的不同 我知道有些人也是会觉得说 好像是太瘦了 也并不好看 或者是像备盖营养师 他有职业上面 大家对他的质疑 所以他也是增加一个自信的过程 对 那我问这个问题 其实是要来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 很多人在减肥之前 他只觉得我太胖了 所以我要减肥 可是却没有更深的去问说 我内在的动机 是为了什么要减肥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我不知道备盖营养师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来 他当然知道 我太胖了 我需要减 对 可是他却没有去问到自己 最核心最核心的原因 或者是他的人生经验 导致他今天好想要减肥 然后我个人在心理学上面 就是接一些个案的经验 让我发现说 如果不了解想减肥的原因 反而是减肥失败的主因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我有个个案 他就是小的时候 常常就是被别人取笑 你应该遇过这样子的个案 然后结果他长大之后 就非常非常想要来减肥 可是屡屡的失败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 这个被取笑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他就说没有自信 所以他希望减肥可以得到自信 这是他的主因 可是他却发现 如果他在生活中 工作也会没自信 交友会没自信 他没自信的时候 我就问他他都做什么 被感想师要不猜猜看 他没自信的时候会做什么 说想要减肥 可是体重对自己体态没自信 所以就绝食不吃东西 哎呀这还是 这还是太有自信的做法 还是有自信 他就是大吃大喝去 反而大吃大喝 对 因为他觉得只有食物可以温暖我 只有食物可以理解他 所以他的体重就是在 有的时候他会绝食 有的时候他又大吃大喝 就变成溜溜球效应 然后最后反而更难解 对不对 有这样子体质上的改变 所以我也很好奇 有就是杯盖尹老师 你有没有遇过你的客户 他也是这种 不断减肥失败 然后 他的心态越来越崩塌 这样子的经验有吗 我这边有一个 比较严重一点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 妈妈带着小孩来 然后他的小朋友就是因为 以前体态是 比较风雨一点 就比较胖一点点 所以同学就把他取绰号 然后好像叫小猪小胖之类的 结果他心里就有压力 结果他最后就选择 用绝食的方式来减肥 结果一绝食之后 可能一两个月 体重真的掉很多 然后同学就开始来问他说 你到底怎么瘦的 对 然后他就有一种 跟他讲话了 他有优越感 他就开始教人家怎么做 然后他的做法就是 不吃东西就会瘦 结果他久而久之发现 好像体重往下走 会让人家更爱他 所以他就开始不吃东西 然后他身高好像 我印象中是165 然后他体重最后降到 剩下39公斤 就是非常非常的瘦 这是厌食症的状态 然后他最后就是 连妈妈把他准备的东西 他都不吃直接倒掉 然后每天只吃青菜 可是吃青菜之后 他还会有罪恶感 又把他吹吐吐掉 然后最后就住院 然后住院还合并了 忧郁症发生 所以就满严重的 可是最后他现在 也慢慢走出来 然后也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这个症状其实很容易复发 所以就是 在青少年族群要特别小心 就是饮食的 就是所谓饮食的观念 要把它纠正一下 如果家里面有这种小朋友 要特别注意 是讲得非常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的减肥一定有一个主因 而这个主因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它 例如说 刚刚这位个案 他是发现 我减下来 瘦下来 有人开始爱我了 开始喜欢我 开始重视我 所以你的主因是 是想得到重视 可是我们要记得 你所有想得到的主因 都有非常多管道 可以同时进行 如果我们只觉得 我只有瘦下来 才会有自信 我只有瘦下来 才会有人爱 这个就变得太狭窄 反而你会走到一个 过激的路线 或者是像我的个案 就是这样子溜溜球的路线 这反而都不是 我们最终想要的 而失去了快乐跟健康 更不值得 对不对 好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整理的 我们也看看 背盖心理师认不认同 我觉得三个很重要的 减肥心态 第一个刚刚我们讲到的 就是去认识自己减肥的目的 最深最深的 你想要什么 这时候可以运用 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就是譬如说 我想我的目的是 想要穿漂亮的裙子 然后你就要再问自己说 穿漂亮的裙子的目的是什么 漂亮的裙子的目的就是 大家会觉得我很漂亮 就会喜欢我 好 大家喜欢你的目的是什么 继续问哦 最后你可能就会说 那我觉得有人喜欢我 我就有安全感 类似像这样 问到再也没有答案为止 那个可能比较接近你的核心目的 那第二个心态呢 就是我们要 一边减肥 一边照顾你的真正目的 就是一边 我们待会用背盖心理师 传授给我们的方法 然后一边我们来照顾 怎么样可以让我同时 可以获得安全感 有很多方法 像是我们可以写日记啦 跟自我对话啦 或者是背盖心理师 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帮助 我们一边减肥一边有安全感的 主要还是要先了解到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那其实要体重控制不外乎就是三种人 第一种就是像我一样是想要珍重的 体重控制 不单纯是讲减肥而已 就是体重控制 就是想要珍重的人 第二种就是你体态是正常 但是你要如何让自己体态更好看 就是有这种人嘛 就是想要减脂的 那第三种就是真的体重过重 想要瘦身的人 那我们要先了解自己是哪一种人 所以你要了解自己是哪一种人 第一步就是你要先去判断 判读你自己的体态 很多人他不会去判读体态 就是不会看体重 不会看体脂 所以一位只是想说 他要减重 但他也许他的目标 不一定是在体重 可能是在体脂率 所以他的饮食的目标 跟运动的所谓的菜单 也会不一样 所以就是要先找到自己的目标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说得非常好 我觉得杯盖心理师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要学会照顾自己的目的 也要包含认识自己 对不对 你如果不够认识自己 你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的 原来是增重 或者是增肌 或是减脂 或者是让自己健康 你不知道这个真正自己的需求的时候 很难照顾到自己 那最后一个心态呢 我也是要胡口婆心 常常在影片中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出发点 有没有在爱自己的路上做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减肥 或者是增肌增重 出发点是自我厌恶 对 就是我怎么瘦的跟瘦皮猴一样 大家都觉得我好丑 或是我胖的跟什么一样 大家都不喜欢我 不爱我 这种自我厌恶的心情呢 其实最容易最容易造成减肥的失败 因为到最后你可能会彻底放弃你自己 或者是用一些过度激烈的 像刚刚根本已经自我伤害的方式 在做减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心态部分讲完了 我们的心态已经健康了之后 当然我们要增加的就是减重 或者是维持身体体态的一个知识 那当然我们就要请教背盖心理师 你觉得在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饮食是真的比较容易造成 爆炸性的腹胖啊 或者是地雷这样子的现象 其实刚刚除了一般常见油炸物跟甜食之外 这两个其实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这边我就 这两个我就不太不详细的去介绍 那我就讲一些比较重要 我自己觉得比较常被踩到地雷 就是 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钠含量比较高的就像是一些腌制肉 就是像香肠火水腊肉这种 大家应该都知道钠含量比较高 或者是像一些泡面的汤 就是这种汤品 其实钠含量也很高 火锅的呢 火锅的钠含量很高 因为水它其实是一个溶剂 所以很多东西都会溶进去 那一溶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它其实很营养没错 但其实它的钠含量很高 所以在体重控制的人 很常就是会有水分滞留的问题 就是会有水肿的问题 所以这个钠就要注意 然后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 像一些 我们常说圆形食物 就是圆本形状的食物 那这种圆形食物的话 举一个例子就是水果 水果很多人会喜欢喝果汁 然后会问我说 我每天会叫他要吃水果 但是他第一个是担心水果有糖 他不敢吃 那这个东西我会跟他说 可以吃没问题 但是他就会问说 那吃果汁能不能取代 所谓的一般的水果 那我一般都是建议不要了 因为市售的果汁通常都会加糖 那尤其是月酸的果汁 像是柠檬 或者是柳橙 这种一定会加糖 因为他为了让他的口味好一点 这是第一个他会加糖 第二个不要喝果汁的原因就是 我举柳橙汁为例好了 柳橙汁一杯360毫升 你觉得要几颗柳橙才炸出来 三 不只三颗至少要六颗 真的吗 所以你可能吃一颗柳橙 你就很保拉 对 但是你无形中喝一杯柳橙汁 你就喝下了六颗左右的量 对糖分跟量 所以其实相对之下 它的热量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我们不要喝果汁 就是像有些小朋友会很喜欢喝果汁 就会建议妈妈们不要喝果汁 所以就是一些无形的糖 或者是钠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OK 所以不光是原形食物 我们就尽量吃 而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我们要注意它里面的营养分 比如说糖或钠过高的时候 这个我们要小心 对 好 那接下来因为刚刚都说到不能吃的东西 这个杯盖营养师越讲我就越想吃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 这是我们的人性的一部分 我们就真的觉得你不要去想你的前女友 你就会一直想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要请杯盖营养师来告诉大家说 好啦 我们把这个不能吃的先丢一旁 我们来说说我们可以多吃的 甚至吃了还帮助减脂增肌的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会有些民众会问我说 他想要减肥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但是我通常会说 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量的控制 你要先知道自己要吃的量是多少 那再来呢 你知道自己量要吃多少之后 就是有些人偏方你不要去尝试 像有些人会去说 我就是吃某些东西一定会瘦 像有些人会说他喝茶 对 就是每天喝茶很多茶 然后一定会瘦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就是 有些人会说喝茶可以燃烧脂肪 但其实不是燃烧 我们只是把脂肪细胞里面的脂肪分解掉 但是分解掉之后 他的可能变成一些其他的 像干油或者是脂肪酸 对 他在我们血液中 在循环的过程中 你没有把它利用掉 他还是会再合成为脂肪 再储存起来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还是要搭配运动 让你的热量消耗掉 跟你控制你的饮食分量 会比较重要 那像市售有些茶类会说 他是可以不易形成T脂肪 就是有小绿人标章的 那这种的其实就是有研究佐证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可能一天喝的量 是要两罐 甚至到三罐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 喝不太到吧 对 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 饮食形态来控制 那像有些人会说 要喝什么可以减重 或者是喝一些什么辣椒素啊 等等的保健食品 可以燃烧脂肪 其实这个东西 还是要搭配运动才会有效 那不如就喝水 因为喝水其实有蛮多研究 都已经发现说他可以增加我们代谢率 然后再来就是也有研究发现说 很爱喝饮料 很爱喝饮料的族群 他如果开始介入 就是调整成说 他每天水分增加原本的1.5倍或2倍 其实他的饮料的摄取量是会减少9%的 所以这个9%其实热量就差很多 所以就是还是多喝水会比较好 喝水又省钱对不对 对 然后又健康还可以增加代谢率 对 好 那最后最后我来问一下 悲盖营养师 你觉得像我们刚刚说到这种不良的减重 上上下下的 或者是极端方法的减重 他有没有可能造成什么样恶性的结果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像有些人他可能一开始对饮食的观念不佳 就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低糖 什么叫做减糖 甚至什么叫做生酮饮食 他就去尝试 那他可能是看到网路上有人说 这样子吃 然后有菜单他就跟着做 那虽然说他可以达到低糖或者是减糖 或者是生酮饮食 然后身体真的产生酮体 但是他没有办法持久的维持正酮饮食方式 然后他体重虽然降了 但是因为他对饮食的观念是不佳的 所以他回到正常饮食 原本的饮食的时候反而又负胖 甚至变得比原本还重 这就是你一开始所说的溜球效应 就是他一下吃很多一下又吃很少 那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情况 那另外的情况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 他不吃饭就会瘦 不要淀粉类 他不要淀粉类就会瘦 这个一定会瘦 为什么会这样子 假如说你一天吃的量是两碗饭 原本都是两碗饭 你最后变成一碗饭 是不是热量减了 所以这通常都是因为热量赤字 所以你才瘦 而不是因为你减糖 你这个其实不叫低糖 因为低糖饮食的做法 其实我们还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取 你的碳水化物比例才会低 所以同时之间 你其实只是热量赤字 造成你体重瘦 所以你回到正常饮食一定会负胖 对我遇到的基本上没有负胖的 基本上全部都会负胖 所以好像要找一个什么方法都可以 但是是要可以持之隐恒的 甚至变成你生活的方式 这一种才有可能造成比较长的 这个身材可以调整下来的一个方法 而不是说我现在用个很激烈的 之后又回到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通常会这样说 就是我们的饮食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不要急于一两个月内瘦身 但是你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虽然瘦下来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两个月后又回到正常饮食 然后又花两个月腹胖 那其实没有帮助 那要么就是学习一个正确的饮食方式 然后可以长时间的应用在生活 可能是七八十年的事情 所以花个一两个月学习 其实我觉得是蛮值得的一件事情 说的太好了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心理师聊心事 跟大家讲减肥这件 可能你每天都在想的事 那我们除了一开始 从心态方面告诉大家 我们要认真的爱自己之外 杯盖心理师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的身体需要什么 而且减肥是一辈子 也不要说减肥啦 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一辈子的事 我们要试着认识 有没有这样子我可以持续下去 让我身心都感受到舒服的饮食方式 我相信慢慢慢慢的你的身体 就会给你回馈咯 好今天最后再次谢谢我们 杯盖心理师 不会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心理师聊心事的节目 下次见拜拜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